北约召开紧急会议 预计将在欧洲东部盟邦部署新部队 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 中国恒大债务危机仍未结束 134亿元人民币的存款 已遭银行强制接管 台湾新增本土感染15例 高雄就占了13例 另外境外移入124例 创下新高 上海变相封城 当地人透露实际染疫人数 超过官方通报10倍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 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